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故事背景是一个当时的社团 然后我的角色是 其实我是警队卧底 一开始我为了收集犯罪证据 而进入了这个社团 可是又遇到有一些江湖道义的兄弟 还有非常疼爱我的老大 所以我当时在我的价值观里面 我会产生一些怀疑 我可不可以劝他们改过 自首向善 但是在后面因为一些黑暗势力的操作 我认为我要反击他 我就变成一个 嚣张不可一世的 那个黑帮人物去争取龙头老大的地位 然后呢利用我的计划去惊天反击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那个情绪的转换 还有那种角色的那种拿捏是蛮不容易的 但我演起来很过瘾 动作场面太多了 我们的动作演员全部都用上了 谈要我啊 我们两个打最多 然后每天两个都起床都是腰痠背痛 可是我们就是希望全力以赴 因为我们都知道 少挨力一脚 少打一拳 可能就没那么精彩 所以我们就跟他拼啦 然后我跟你讲喔 很多这个啊 这个啊 华哥都来真的 那他打完我们之后 我也跟我们 我舍不得舍不得 但是我知道是为了戏 帮助大家入戏 所以 能够跟这么多好的演员一起合作 对我来讲也是一种 很好的学习跟提升 这一次真正的对手戏 可能我也很幸运 戏里面的兄弟情感 戏外他本来就是我大哥 对我们很好 很照顾我 所以我就把他情感带进去戏里面 就对了 我也会想要去参加这样的综艺节目 因为我可以认识很多新生代的 年轻一辈的 不管是演员或是歌手 所以我觉得综艺节目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但先取条件就是 我们要认真去做一个内容 可能音乐 我们把它做精彩 然后里面的一些 我们努力的过程当中能够让大家看到 我觉得我也会去参加 说真的呢 我当时去演那些角色的时候 不是想演 我是要去唱主题曲 但他们看我好像很能打 然后长得也不是太差 然后长得也不是太差 就叫我去演了 但说真的 我是出线条 我最多像令狐虫 我没有扬过的俊俏跟楚留乡的潇洒 但是我努力去做 可是因为当时拍摄的那个进度太赶了 我通常都是睡眠不足 所以想摔也摔不起来 想当年我们也是还长得蛮俊俏的 其实偶尔会看到一些评论说我是不是过气了啊 我怎么不见了啊 甚至我吃胖的时候 变成说我油腻啊邋遢放纵 但是所有人都不知道我在干嘛 只有我清楚 所以我并没有被外界的影响 当然有些时候觉得蛮闷的说 你们不知道我为了拍电影 我吃到了两百斤 没关系 等我拍出来之后你就知道了 然后甚至有些时候我去赛车 我去跑打卡 很多人也不知道 然后我去拍纪录片 我去了新疆的沙漠 我去了青海的可可西里 你们也不知道 但是这是我的人生 我不太会在意外界的眼光 你要忍得了孤寂 就是像最近很红的孤勇者 咬着牙 逆着风 勇往直前去追寻你的目标 不是每个人都懂得你 你的理想 一阳千玺 我觉得他够拼命 问老天爷吧 新歌要写得出来啊 好歌不好找 我当然可以交差 但是我不想交差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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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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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